九合一大選民進黨慘敗 蘇奎辭職被總統蔚留 但這內閣到底要不要換 連綠營黨內也分歧 在選後有諸多檢討的聲音 其實這正是民進黨的特色 那我們會一起把這些聲音收納 整理並且作為再出發的動力 這就是民進黨的未來進步的動力 謝謝 蘇奎女兒立場確實尷尬 只能說整體來看要虛心檢討 只是同黨的議員王世堅開第一槍 說蘇貞昭應該為這次民進黨 敗選負最大責任 大三真想走誰也留不住 真想賴誰也敢不走 一切的傲慢也是由他而起 他起了個頭 那當然上行下效 真想走誰也留不住 真想賴誰也敢不走 我也是希望說我們的內閣團隊 能夠重新的來去做思考 重新的來佈局 那重新的來去面對民意 對於兩大炮火猛烈的炮口對象 蘇貞昌只是要換要換誰 第一是總統任期就聖一年要馬上接手 有難度 第二是黨內呼聲高的像是林佳龍 鄭文燦等人在這次選戰中成果不理想 都受傷的情形下情況尷尬 一定要先穩定下來 再去討論下一步 沒有穩定在現在大家信心指數下降的狀況之下 然後不斷的說誰要下台 我認為這個部分的動盪反而會影響到我們下一局的團結 其他派系緩家也說不該為一時結果就通盤否認 過去努力 蘇貴不退 終身在南接棒 綠營也面臨內外壓力 TVVS吳坤 李宗恆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